我们就来开始认识这个题目吧 如何发掘孩子的恩赐 所以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就想到说可能在发掘恩赐的过程当中 的确会有试探 会有试探 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两节经文 你发现这两节经文挺相似的 为什么呢 以福守书第六章四节这么说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么说 你们又做父亲的又是我们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施了志气 所以为什么惹儿女的气 跟发掘恩赐有关系呢 为什么这个是发掘恩赐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试探呢 因为亲爱的经文们 我们都有自己的梦想 无论是我们的梦想 还是我们对孩子的期望 哪怕有时候孩子 未必有这样的一个恩赐 不过很多时候 因着我自己的梦想也好 因着我对孩子的期望也好 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期望 这样一个梦想 套在他身上 这样其实从某个角度 虽然孩子还小 他们个子比我们小 他们也不能对我们做什么 不过孩子有时候在里头呢 是生气我们的 是生气我们的 所以这是一个试探 我们在过程当中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来审查自己 请问这真的是孩子的恩赐吗 还是这是我一生的愿望 还是这是我对孩子的一个期望 还是这是我自己个人 我小时候没有机会 做到的东西 我现在长大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 有机会来完成我的梦想 所以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或许我们真的是 像圣经所说的 我们在惹孩子的气 你看哥罗西斯第三章21节 很有趣的 他说一个生气的孩子 他有一个后果 后果是什么呢 他失了志气 他什么呢 他灰心了 换句话说 所以现在就讲 假如我们 我们在发觉儿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让孩子知道 或者让孩子发现到 原来我在做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什么呢 满足我父母亲的愿望也好 满足我父母亲的梦想也好 期望也好 那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有时候到一个地步 他不是为主而活 他只是在为父母亲而活 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的时候 你发现圣经说的是对的 他们会失了志气 所以当我们在发觉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小心 或许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 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 这个 这个 所谓的分享 是因为我想 今天分享的东西 巩固 我自己对孩子的期望 巩固 我所达不到的梦想吗 可能 我们会让你失望 因为圣经的确 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执照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你会说 我要怎么样的来发觉恩赐 发觉恩赐的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有什么观点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惠许 好 我们还没有在发觉恩赐的观点之前 我们的心态要调整一下 心态怎么调整呢 我们要谦卑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我们要存一颗谦卑的心 就是不要骄傲 这怎么说呢 我们要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 当我们去考古的时候 考古可能会考到一些 哇有大发现 有些是小小的发现 所以我们要像考古学家一样 如果考到 哇 就是哇 一些金啊 银啊 还是一些哇 很古老的骨头 你就很开心 对吗 但是呢 考古学家 当他们考到一些盘子啊 还是一些小小的东西 一些小童前 他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啊 我们要谦卑 不要看不起一些小发现 就好像小恩赐这样 如果发现 我看到一些小恩赐 哎 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 都是恩赐 都是恩赐 所以因此呢 我们的思想要开明 我们的思想要开明 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什么东西 都是神给的 都是神给孩子们的礼物 都是神给的恩赐 好 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去考古典 所以去考古典的时候 看那些考古学家就在那边刷刷刷刷刷了半天 真的是拿一个刷子啊 真的是一个刷子 他们不能拿工具的 那工具基本上是刷子 就在那边刷灰尘 刷灰尘 所以有时候你就看到他刷出来 就是一个古老的碗 一个盘 甚至一些小铜钱 小铜钱 不过对他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有点失望 哎呀 怎么没有挖出什么新发现 不过对他们来讲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宝贝 这些都是宝贝 所以换句话说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在发掘恩赐的过程当中 你和我戴着什么眼镜 来看待这些恩赐 或许我们都有偏见 对吗 我们的恩赐 我们觉得什么呢 假如他很会赚钱 那个才是一个恩赐 假如他很会念书 那个才算是恩赐 假如这个孩子以后长大 他很会往上升 那个才算是恩赐 除此以外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 可夸的恩赐 其实不然 弟兄姐妹们 假如你的孩子 是一个很会煮菜的人 你听听会许怎么说 对 很会煮饭 做饭 对做饭很有兴趣 很厉害做手工的 或者是织毛衣的 种花种草的 是否我们就觉得 哎呀 这个很浪费时间 因为我记得我一个朋友 他小时候 很喜欢织毛衣 就是手工很好了 然后他的爸爸不让他这样做 他说不可以 你不要浪费时间做这些东西 你现在跟我去捕书 所以到底我们要思想了 到底是否我们就要看扁或看小这些恩赐 还有一些孩子很厉害修东西 很厉害把笔 把什么家里的东西都拆坏 好像拆坏这样 但是他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小孩子 他拆东西又可以把它拼回去 或者是拼成另外一个东西 或者是很厉害建造3D 那些积木等等 或者是有些孩子 特别在灵性方面非常敏感 喜欢读圣经 思考上帝的话语 问了很多问题 喜欢唱诗歌 那是否我们觉得这些恩赐是不重要的吗 或者是看不起眼 所以对这边 或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问问自己 我喜欢哪一套 我喜欢哪一套 我喜欢这一套的恩赐呢 我希望我的孩子 有这一些恩赐多好 还是我心里想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红蛋糕煮饭 修水管 甚至什么呢 喜欢去教会 这些算是恩赐吗 好像不是很有前途的恩赐 所以听众姐妹们 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 为什么呢 我想到一个故事了 那个故事是一天一个小孩子 在聚会的地方 敬拜神的地方 在那里逗留很久 过后那个妈妈 就妈妈回家的时候 发现孩子没有跟着他们 妈妈就找了老半天 发现原来这孩子还留在那里 跟老师跟那里的老师们 宗教老师们聊天 所以假如你是那个妈妈的话 你会觉得什么 你会有什么反应 或许你的反应是 哇烦死人了 这个孩子气死我了 叫她走 她竟然没有走 不过其实圣经 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并没有 并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母亲做的什么事情 其实那个孩子是耶稣 所以那个孩子 耶稣就来到一个地步 耶稣的父母亲 把耶稣留在圣殿里头 这样母亲就对儿子说了 我儿你为什么向我们 做这样的事情呢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担心了要死 对不对 哇耶路撒冷多大 这真的不见了一个孩子 就找不回来了 这样耶稣怎么回答 这是一个孩子的耶稣 十来岁的孩子 他说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说这些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捅他们下去了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不过你看加深的字是什么呢 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 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说 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 都存在心里 换句话说 玛利亚在思想 在思想什么呢 在思想说 原来我的儿子 有这个恩赐 就是右边的小框框 我的儿子对神的事情 非常感兴趣 当你认识耶稣的生平的时候 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 你发现耶稣的圣经知识 是非常丰富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你看在这里的最一节 五十二节 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神和人 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换句话说 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 他不是立马就把整本圣经 都学会的 其实不是的 因为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样圣经就有错误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耶稣的智慧 是增长的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以问 这样耶稣的智慧 接着那句话 母亲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 这样耶稣的智慧 对圣经的认识 对神的信靠 是如何的增长的呢 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相当有把握的 玛利亚在当中 不只是发掘了耶稣的恩赐 玛利亚甚至栽培了耶稣的恩赐 换句话说 听众姐妹们 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被 必须问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看待恩赐 我们看待恩赐的观点 是怎么样的呢 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 一个观点呢 还是一个比较广的 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 让我们明白 原来神给我们孩子 这恩赐呢 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让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节经文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着基督所 亮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 赏给人 所以在这里 希腊文的这里的蒙恩 和恩赐 是不一样的字 是不一样的字 所以你可以甚至这么翻译 我们个人蒙恩 真的是那个恩典的恩 卡利斯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着基督 所亮给我们的 什么呢 礼物 所以很形象化 你可以想象 礼物是用秤的 用秤的 的确以前 神给我们礼物的时候 神你要给人家礼物的时候 一般这个礼物 不是金 就是银 是重金属 所以我们怎么确定 因为第八节是这么说的 你看八节很有趣的 他说 耶稣基督 升上高天的时候 抢了谁的礼物呢 抢了 好像一个得胜的勇士 一个君王 他升上高天 这意味着他得胜了 他掳掠了什么呢 他掳掠了仇敌一切的 这很形象化 他把这些金银等物 都亮了 给不同的人 给我们不同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 当以福所书第四章 这么的形容 耶稣 好像一个勇士 他升了高天 对以后他的子民们 他要亮给我们礼物 给我们好的礼物 那我们就得问 那他给我们这些好的礼物 他给我们这些恩赐 有何用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下文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同样一本书 同样一章 十五节到第十六节 你看 耶稣 保罗怎么告诉以福所的教会 他告诉以福所的教会说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和事 这很重要的 百节各按各词 照着个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换句话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要说的是 当耶稣基督亮给我们 也包括这恩约家庭的孩子们 给我们这些礼物的时候 这些礼物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给我们呢 因为其实有个目的的 那个目的是 他希望我们可以 借着这些恩赐 我们好像这整个身体 好像这个图片一样 这个身体的百节 各按各职 的发挥那个功用 发挥那个功用 使到这整个身体 你可以说 这教会 使到神的家 可以渐渐的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在教会里头 是一个讲究服饰的 一个地方 这个服饰不是 侍奉岗位的那种服饰 这个服饰是 我得想 我怎么样的 使用神给我的礼物 包括我得帮我的孩子 想 怎么用 使用神给他们的礼物 用在教会以内 这是最崇高的什么呢 这是最崇高的意义 使到神的身体 耶稣基督的身体 渐渐的增长 渐渐的增长 不过话说回来 弟兄姐妹们 如果 如果 你在教会是个有用的人 你一定在外头 也是一个有用的人 真的 如果你在教会是一个有用的人的话 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诉你 你的孩子也会在教会以外 也是一个有用的人 可能做一下见证 我们 小时候在少年团期长大 以前小时候最怕什么呢 最怕老师叫你做什么 组长 副组长 还是委员的东西 虽然那个时候心态不好 不过老师叫你做 你就得做了 不过 当我们 当我往后看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 神在这个恩约家庭里头 在这个教会里头 让我们的孩子们 包括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三十来 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有机会参与这些不同的侍奉 神竟然什么呢 神竟然让我在教会以内的生活 帮助了我在教会以外的生活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不过我感谢主 神的话真的是这样 当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们的观念是 我们身为父母亲的 我们要来观察 待会我们来看 我们来观察 我们来发觉 神给我们的孩子们的礼物 是什么 这就是恩赐的意义 神给我们的孩子的礼物 是什么 有哪几方面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引导 怎么样的帮助 我们的孩子在教会以内 做个有用的人 因为与此同时 他们也会成为 教会以外 有用的人 所以发觉恩赐的材料 是什么呢 我请会许 来分享一下 如何发觉恩赐 我们需要有时间 需要有时间去 发觉他们的恩赐 对吗 所以第一点是 投其所好 比如说你的孩子 如果是小孩 喜欢游泳 那你就要带他去游泳了 对不对 他喜欢看书 你可能你就要念书 给他听了 他喜欢做饼干 你就要教他 怎么去做饼干 你要跟着 他投其所好 但是你需要时间的 你是需要 陪着他做的 好像比如说 静荣 他喜欢交朋友 然后呢 他比较小的时候 我要带他去找朋友 找朋友一起玩 我可以怎么想 我说哎呦 交朋友啊 我听过有人这样说 交朋友很浪费钱的 因为你交朋友 你要跟他们一起吃饭 花钱 然后他们生日的时候 你要送他们礼物 花钱 所以我认识一个人 因为他不喜欢花钱 他说我不要交朋友 我只要一个朋友就好 所以 如果我是这样想的话 可能我不会鼓励 我的孩子交朋友 我说不要交朋友 不要交这么多朋友 等一下你花很多钱 但是我却看到 交朋友的好处 我觉得很好啊 这样以后 他可以做关怀的工作 或者是以后 在工作方面 对他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他很容易跟 交在新的环境 很容易交朋友 等等 OK 这个是投其所好 那这个时间方面呢 我们也要自我反省 我们身为家长的 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 这个发掘恩赐啊 是需要努力的 我们需要付出的 不是自己他会跑出来的 就像考古学家这样 是要很细心的去挖掘 那我们要反省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 是否我们 会不会把一些时间浪费掉 或者是 用在娱乐方面呢 还是看手机等等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啦 然后呢 我们要把握机会 因为孩子会渐渐长大 然后他们就不在我们身边了 当他们还有很受教的心的时候 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们可以都陪他们 一起发掘他们的恩赐 铁磨铁 能够磨出人来 是需要去磨的 比如说 就比如说 我一个 因为我喜欢 写啊 我喜欢写那些书法 书法 英文的书法或者是画画 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做的时候 我的老二老大 他们看到他们很喜欢 他们也要学 他们也是有兴趣 我可以说 哎呀 我没有空啦 你们不要烦我 我要专心做我自己的 我已经没有空了 我要煮饭 但是我已经很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去 去再教你们 但是我要看到 这个是一个机会 然后我说 可以啊 哇很好 你们有兴趣 来我们一起学习 然后我要把握机会 教他们 是 当会去这样讲的时候 我也想到什么呢 好像我们回来 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发现 在美国很少 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宠物店 不过宠物店里头 首先美国的鱼很贵 一直打架于美金 大概十块钱 新加坡一直打架于 可能新币一块两块钱 一元两元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儿子就喜欢去宠物店 所以看了看了 当然他也知道不可以买 不只是贵 因为我们也不能带回来 所以当我们回来 新加坡的时候 他就开始一直看 这个YouTube的这些 关于鱼类的东西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把握这个机会 就说 你想不想 开始养鱼 因为我发现 你在美国的时候 一直在看鱼 有时候你无聊的时候 也在看鱼 所以他就 感谢主了 他也说 可以试试看 所以就陪他去鱼店 开始有一个小鱼缸 开始他有一个鱼缸 这样我为了 头起所好 为了把握这个机会 我自己有一个鱼缸 这样我们可以有 一个对话的机会 所以知道吗 弟兄姐妹们 你看我的家 我的儿子在我前面笑 展翼你有几个缸 看一看 他现在去看一看 几个缸 四个缸 他现在有四个缸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 原来我的儿子 他的科学还挺好的 他因为养鱼 讲究化学 养鱼讲究生物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也认识了他 请回去 我要讲一下这个 还记得 刚才我前面讲一下 要谦卑 对吗 在寻找恩赐的时候 坦白讲 我是很看不起 这个养鱼的 这个恩赐 他不喜欢渔夫 这很臭 那个鱼又臭又 哎呀 我不懂怎么讲 就是我不喜欢 因为我不喜欢 所以我就看不起 所以我要悔改 然后你知道知道 知道什么吗 知道有一次 我的邻居 就跟我讲 你的儿子很厉害 我说是吗 他说 他就说 你儿子很有礼貌 然后每次跟我微笑 然后我说 OK 然后他就说 他对鱼很多知识 哇 我很欣赏他 他很聪明 他什么就讲很多了 所以说 好了 这个也是恩赐了 人家看为 他好像是一个 很特别 很专 就是很特别 很专会 这个鱼的恩赐 我的邻居 看为恩赐 但是身为妈妈的 我却看不到 所以感谢主 他年纪轻轻做老爸了 鱼 虾 生baby 他还开始做父母 好 来 除了时间 我们要学习观察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细心观察 像考古学家一样 当我们挖掘了 一个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 OK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还要 再仔细的观察 和思想 像玛利亚一样 好 我们把这个恩赐 分为大概四大点 第一个 我谈一下 这个性格 个性 我的老大 他是一个非常 OK 他是一个非常 有 怎么讲 Flexible Flexible 怎么说 非常 个性是非常 能够伸缩的 他是很 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 或者应变能力 应变能力很强的 就是他很随和 OK 他很随和 所以如果你叫他 做什么 他都很乐意做 因为他 他适应能力很强 你突然间 你叫他 你可不可以做事情 你给他一天的时间 他也说他可以 他不会生气的 或者是你改变 他的计划 什么 他 他 他也不会生气 没有这么容易生气 但是我的 另外一个女儿呢 他伸缩性是 很 他不可以的 他是 She's not flexible 就是他不能够 他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时间已经 讲好了 就是这样 他不可以改变的 那开始 小的时候 我带他 我很辛苦 我觉得为什么 你的个性这样 为什么你不可以 有伸缩性一点 为什么你要这样呢 那时候我看不到 他的优点 但是当他长大以后 我发现 他对错 因为他是这样的个性 他对错抓得很好 对就是对 错就是做 如果我东西交给他 他会好好的做 做好 就是跟着做 因为他不能够改变的 你交给他 他就会做 后来我就开始欣赏他 我说这个个性 其实挺好的 是很好的性格来的 就是因为他不能够伸缩性 他就会一直做到底 你把东西交给他 他会好好的帮你做 所以前面虽然好像 看起来不好 但是后来当我慢慢去观察 是有他的优点在那边 所以有趣的是 这年头我们 假如我们出门的话 我们会吩咐老二 当然也吩咐老大 不过其实老二 会稍微重要一点 因为老二比较严谨 他会确保 他很忠心 他答应你的事情 他一定会做到 所以这是他的性格 不过我们慢慢的 也慢慢的 接受 其实这也是神 给了一个很宝贵的礼物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礼物的 那你回去继续吧 对 所以有时候前面早期的时候 看为好像不是太好的个性 但是我们慢慢观察 慢慢引导 他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要讲才华 才华就是看才 汉洋传道已经讲了 就是我的儿子就一个特别养育的才华 你发现通常才华呢 是跟那个热忱是仅仅相关的 如果呢 你的孩子对某一样东西特别有热忱 你会发现 那个很有可能会变成他的才华 如果好像打个比方 一个人很喜欢音乐 你看他到哪里 就会可能去摸一摸 去别人的家就摸一摸 人家的钢琴 还是到教会就摸一摸钢琴 他对音乐还是什么 非常有热忱 那个可能就是他的才华了 接下来就是技能 技能就好像手艺这样 我的最小的孩子 他很喜欢做手工 然后因为他最近养了一只仓鼠 我们不给他乱买东西 我说不要乱买 因为他要买什么家 买很多一些东西 买玩具给他的仓鼠玩 我说不要 不要乱花钱 然后呢 他就想办法 他就自己做 因为他的手艺很好 这样呢 不知不觉也发现他的恩赐了 他就去 自己用那个 ice cream stick 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汁 那个木汁 去 然后再用一些浆糊 他去买一些浆糊 然后就跟他搭买一个小家 给他的仓鼠玩 然后他也喜欢做一些手工 然后那个信 他喜欢写到美美 寄给他的朋友 我觉得他朋友收到也应该会很开心 所以这个是技能 所以从接着这个技能 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恩赐 我们也发觉到 原来这个家伙 他是一个生意人 他是一个生意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楼下两个超市 一个生酸 一个N2C 他小小的说 他就会告诉你 在这里呢 一包potato chips多少钱 在这里一包potato chips多少钱 他说你要买这个东西 你要去这里买 过后呢 他开始做那些 刚才会去说 讲的仓鼠的家 他发现原来 这些仓鼠的家 可以在carousel卖的 他就开始做仓鼠的家 自己放在carousel卖 刚原本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说那个观点 他的姐姐们 看不起他的 谁会给你买这些东西 傻子才跟你买 他去买一大包的 仓鼠的食物 他就分成一小包一小包 也分在carousel卖 所以过后 他的姐姐们就惊讶了 他时不时 会有人跟他买屋子的 时不时 会有人跟他买仓鼠的食物 他赚很多钱 从他们的角度 他是个很厉害的 昨天我们也吓到了 他的姐姐要拍 要拍那个什么那种 Polarite的那种 照片 这样 他的这个金融就买 自己有一个Polarite 所以我们就以为 姐姐想拍 姐姐买了一些 那个底子 他来拍 这样我们就以为 他们姐妹俩之间的交易 就是 你借我用一天吧 你知道这个叫我做什么吗 这个叫我算租金 跟姐姐算租金 一天六毛钱 这样我们有点惊讶 他说你怎么可以算出金 他说我已经对他很有恩赐了 为什么呢 原本你看市场价是两块钱 我已经打折打了很多了 你告诉我打几折 我才说六毛钱 所以已经很合理了 所以最后二姐怎么办 二姐就是把六毛钱给他 用他的照相机 所以我们要说 当我们可以从 就来到角度了 你可以用一个发觉恩赐 神给这个孩子什么礼物 来明白 原来这个孩子 以后可能可以为上帝赚钱 假如这个孩子的行政能力很强 这个孩子可以在神的家中 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假如这个孩子组织能力很强 这个孩子也能在神的家中 做很多事情 所以就来到我们 可以不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不可以接受说 原来这样的一个礼物 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不起 打拆会许的话 会许继续来吧 最后就是学习 这学习可能看得比较明显 如果他在哪一方面 就是考得比较好 或者是比较有兴趣 你可以看得出 好像比如说一些孩子 对好像科学的一些 那些实验比较有兴趣 那你就知道 他对科学比较有兴趣 那你就可以买一些 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寻找这样的实验 陪他一起做 那好像我们家的话 义柔是很喜欢看书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书给他 或者是带他去图书馆 借书给他看 所以因此呢 他的英文和中文都比较强 那我们也鼓励他了 就是说既然你在英文或中文比较强 在言语方面比较强 你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同样的 就是因为他语言比较强 对吗 他数学比较差 然后在中学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拿那个A math 我挺失望的 因为在中学拿AMAP蛮重要的 对我而言 我跟汉阳都有拿AMAP 他说怎么你放弃了不拿 好像很不好这样 那我最后我跟汉阳谈了 我们就说真的 我们也需要尊重那孩子的恩赐 既然挺明显的 他在数学如果不是太好的话 是可以做的 如果要努力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如果他已经很清楚跟我们说 他不想学 那我们也尊重他说那没关系 那你就注重其他的科目 AMAP就是这个数学 不拿那没关系 是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又回来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观点 我还记得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去孩子进了那个Fairfield的时候 我还跟那个校长有个讨论 我有点惊讶 为什么呢 我中学的时候我拿九个科目 这样我的 就一楼去中学的时候 拿七个科目 七个科目 所以我就会很惊讶 七个科目哪里可以 我要孩子八个九个 像爸爸一样 不过过后我自己得反省 我为什么要孩子拿这么多科目呢 因为我自己拿这么多科目 孩子就必须拿这么多科目 因为我自己拿AMAP 我的孩子也要拿AMAP 其实我们心自问 我知道说 我孩子有恩赐 我孩子有礼物 神有给我孩子礼物 不过这个礼物不在数学 这个礼物在语文 不过坦白说 我不是一个很语文的人 不是一个很文科的人 所以从我的角度 我的偏见是什么呢 我的偏见是文科没有用 不过当我有这样的偏见的时候 我是得罪神 因为这个礼物是谁给他的 是上帝给他的 所以既然是上帝给他的话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的工作就是 我要帮助我的孩子 来发掘这个礼物 让他知道 原来今年他考完A水准过后 他明年筛选课程的时候 我们想在那边帮助他 引导他 让他知道说 这个是神给你的礼物 当你选修科目的时候 你或许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筛选 你要进修的科目 最近我认识一位青年人 非常优秀的青年人 他在国大 NUS 他在国大的工程系 他就是我们所讲的 那个Dinsley 就是百分之一的学生 每次他们的名字都会打印在网页上 他是那种学生 他读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终于什么呢 他读到第二年的时候 他决定放弃了 他不是有忧郁症 他也没有什么精神病 他放弃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什么 他发现原来 他在读这个工程系 是因为他身边的人 他的父母亲 很看重这工程系 不过他清楚明白 他内心里头 他有一个真正的渴望 也真正的一个很好的恩赐 那个恩赐是翻译 所以他就和父母亲谈 过后父母亲也同意了 父母亲也知道的 他的恩赐是在文科 虽然他理科很强 不过他真正的恩赐 真正的那个嗜好 甚至他的性格 也是非常文科的 所以父母亲也许可他 转校 转去一个翻译系的本科 你知道吗 他转过去的时候 虽然迟了两年 不过他在这个翻译系里头 的成绩是最棒的 所以换句话说 当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发现 我们有自己的愿望 甚至是什么呢 我们对孩子有职业上的愿望 我希望他当医生 我希望他当工程师 我希望他当律师 这些都是梦寐以求的 我觉得很好的 不过亲爱的兄姐妹们 或许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应当什么呢 应当按着神所亮给他们的恩赐 来帮助他们 来引导他们 最后我们想带出什么 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 其实发觉恩赐背后 其实有一个盼望 我们盼望什么呢 我们盼望这孩子成功 对吗 在这里的每一个家长们 谁不希望孩子成功 谁不希望孩子做一个成功 做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或许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自己 到底从神的角度 神怎么看待这个成功神学 成功的神学 或许我们可以问 在这人类历史当中 那最成功的人到底是谁 你和我 可能你和我 或许不会这样想耶稣吧 你会想 丁死在持架上的耶稣 是最成功的人吗 其实可能多数人会觉得 他是最狼狈的人 他是最不成功的人 不过你看以赛尔先知 怎么形容耶稣 让我来读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计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 必在他手中成功 所以亲爱的女朋友姐妹们 在俱乐里头有这个字叫成功 Success Prosperity 所以这个成功是什么呢 你看以赛尔先知怎么说 一个人把耶和华所给他的事情 好好地做好 这个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换句话说 亲爱的家长们 我们就得问问自己 我们的神 送给我们孩子们的礼物 是什么呢 这些礼物 应当怎么样在他们手中 好好的发挥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倘若我们这么做的话 倘若孩子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因着我们的缘故 他们也大大受造就被引导的话 其实你和我会发现 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会是很成功的人 因为耶和华把他的事情 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事情 耶和华亮给他们的礼物呢 在他们的手中 会必定成功 我们来祷告吧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主请你帮助我们 我们都是软弱的父母亲 主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很多时候 我们带着自己的偏见 我们带自己的渴望 来对待孩子们 主我们肯求你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看到 神这些恩赐 是神你送给我们孩子的礼物 既然是神你送给他们的礼物 神请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花时间 花精力 来慢慢的发掘 慢慢的挖掘 把这些宝贝 一个一个的挖出来 让我们引导他们 让我们来与他们分享 他们这些非常棒的礼物 可以怎么样的 用在教会以内 也可以用在教会以外 主请你帮助我们 我们来参加这个视频 参加这个分享 我们有个愿望 我们有个祷告 我们希望神 你可以借着我们这些父母亲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成为成功的人 因为耶和华的事情 交给他们 因为耶和华的礼物 放在他们手中的手上 祝你帮助他们 好好地使用这些礼物 做一个亨通的人 祝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使耶稣的名求 Amen